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 她說 請問專家在等待庇護面談的時期 我和美國人結婚 婚姻綠卡面談的時候 會不會問到我之前申請庇護有關的問題呢 會不會影響我呢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 Tina麻煩幫忙回答一下 對 這個問題也是非常多的申請庇護 他們同時跟公民結婚的 申請朋友們他們所關注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在美國這邊比如說來了 我先申請了政治庇護 拿到了公卡 然後可能還沒有面試 甚至有一些是已經面試到了的 那究竟我突然間過程中遇到了我所愛的人跟公民結婚了 那跟公民結婚大家知道面試的時候 基本上圍繞的都是夫妻關係真實性 那我跟這位美國的公民有寶寶了 那夫妻關係肯定是真實的 那如果之前做政治庇護他面談的時候會不會問呢 其實這個完全有機會是被問的 因為結婚的時候雖然是說 我有很多非常有利的證據 證明我是夫妻關係肯定是真實的 像我剛才說的有了寶寶了 但是移民局也有可能因為您之前做政治庇護 比如說曾經有過欺騙移民局的現象 他有可能會deny這個婚姻面談的綠卡 所以在婚姻綠卡面試的過程當中 很有可能他把政治庇護的那個材料 兩個材料combine在一起就是合併在一起 然後呢在您婚姻綠卡時候呢 除了verify過 你跟你這個美國公民之間的夫妻關係是真實的 另外呢他有可能還會抽問一些有關庇護的問題 比如說你之前申請政治庇護 你什麼時候被這個壓迫呀 或者是說當時候發生是什麼狀況啊 你是用什麼樣的理由去申請政治庇護 這些呢都是婚姻綠卡面試的申請朋友們呢 需要注意的一些問題 如果每一位這個朋友他需要去面試 比如說婚姻綠卡面試 我們會建議都聯繫一下 之前的政治庇護的律師事務所 然後呢讓他們把您之前 政治庇護面試的所有的材料呢 給你一個給你一份留底 然後呢你面試之前呢 一定要好好的去review一下 看一下看看自己當時候是怎麼說的 一定要跟面試的時候呢說的是一致的 這樣才不會有影響 嗯才不會讓面試官產生疑問 或者前後不搭 對 好的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華民生律師事務所移民部門主管Tina 謝謝你也祝你苦年大吉 謝謝謝謝各位聽眾也祝您新春快樂 好